如果你比較沒有基礎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Trainweaver這種軟體 先讓它插入一個表格 然後呢表格 接下來你就是再去設像素 然後也許資料先打上去 打上去之後的話 你先大概看一下 它裡面大概就會多出這些東西 它的結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也就是說我們將來那個HT 那個Respond 丟出來的東西一定要 就是類似把它格式化成這樣子 那一定要跑回一圈喔 所以有哪些東西一定要加 然後一定要加在外面還加在裡面 可能你要思考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也是相對起來比較難的 OK特別主要看起來 不過盡量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自己動手做一下 因為這東西如果你熟練之後 以後要用那個表格輸出資料 從資料庫裡面撈資料輸出 就會變比較簡單 裡面的規則一定是第一個 我剛剛講過Table 寬度看你要不要加 如果你不加它就整個 全部幫你弄最寬 那Boulder其實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這個外框 框線要不要加 一定是一個TR 那裡面如果成績的話呢 外面一定是TDTD TDTD OK一定是一對的喔 你不能少一個 少一個輸出就變亂掉了 OK 一對一對一對的這樣子喔 這樣的話呢接下來喔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以後你要把那個 其他做一些變化 比如說這個底色要換顏色啦 其實你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在這裡面有沒有 加個顏色 比如要變黃色的話 有沒有 它也會怎麼樣 幫你把那個顏色 選取 選取列 不過我建議是從這邊 選取它的哪一列 可以啊 這底下你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格式設定 如果 程式有增加 你也許再把它加到你的那個Response裡面去也可以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看一下就是怎麼樣輸出成我們要的結果 那裡面有哪一些地方要修改的 首先第一個 不過這次已經OK了 把它感受一下 還原一下 還原到原來的狀態 裡面的話呢 有哪一些是必須要修改的 第一個的話喔 我們輸出的話 當然到這邊是得到褐色了 對不對 那就是在記憶體裡面 我要把它搬到丟到網頁喔 要串 所以開頭一定是 先需要有一個 當然這地方的話 第一個的話 我開頭一定要是S 等於 等於 有沒有 那接下來的話 一定要是Table開頭 如果你這些細節 假如都忘記沒關係 你可以拿什麼 拿那個之前那個什麼 最好你將來就留一個範本 參考那個範本來修改 相對比較快 所以之前好像做過90文法表 所以我們有什麼 Table 你可以拿這個什麼 Ctrl C來改 相對比較快 對不對 反正一定不會錯 第一個的話 我開頭就是一個Table 然後呢 不用那麼寬 大概200就可以了 Abold 1 OK 第一個 不過這雙你看好像多一個 好 再來的話呢 串接後面就串在後面 我加了一個Table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每一列開始 要必須要什麼 先一個TR 對不對 所以TR 然後呢 儲存哥前面要先一個TD OK 到這邊結束就是 就是結束TD 所以記得喔 結束TD 有沒有 這個 一個儲存格 那 成績的話呢 一樣 欸 儲存格開始 儲存格結束 那BR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要改成 TR 結束的TR 有沒有 OK 大家可以看懂嗎 所以欄位名稱 就是這樣就一列了 一個Table 然後一列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資料給跑出來 跑出來的話 一樣是 加等於串接 那串接什麼呢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跟這個 還蠻像的 所以你知道 可以乾脆拿這一個 這個TRTD有沒有 把它串到這邊來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是 在一個結束 串接 裡面的資料 然後當它結束的時候呢 就是在把什麼呢 豆點換成什麼了 結束TD 結束 再加開始TD 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有沒有 這一串 拿到這邊來 然後把BR拿掉 那這樣的話 怎麼樣 輸出 就剛好是一列 對對對 就一列一列一列 這樣不就一直一直 結束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當它結束的時候呢 你要結束一個 Table 所以 結束Table的話呢 那就是 S 再串接什麼 加等於 然後那個Table 結束 所以 把這個Table 結束掉了 OK 應該OK了 把它再看一下 這邊結束一個Table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啦 寫法當然呢 就不是固定的啦 所以很多同學說 在家裡彩排了N次 沒有啦 我是 那個觀念清楚之後呢 那你自然怎麼寫都對 但是觀念不清楚的話 這就是麻煩 OK 所以特別注意 不是用背的啊 這也沒辦法背 這東西怎麼背得起來 OK 而且將來會有更多更複雜的東西 等著你 這個前面的閒阻 實在太多了 所以就有點像那個過關斬將一樣 OK 所以這也是有趣地方啦 所以我把那個寫程式當成玩遊戲一樣 OK 那其實感覺就還蠻好的 但前提是過得了關啦 所以 現在只是一個小魔王而已 他還不是一個大魔王 OK 好 那結束Table之後的話呢 就把它怎樣 Response出去啦 OK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啦 好 再把它怎樣 把它Save之後呢 接下來 就要來Run了 所以也不保證保證對啦 不過大概應該執行一下 把它直接執行 看到結果 當然你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剛剛寫的東西也會跳出來 就這些東西啦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其他的話 當然 表格Run完之後的話 把它Save OK 那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部分 再轉換成表格